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Oo ooo Brin trou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的美 刻骨铭心 只有我自己 好不容易找出真心的勇气 你沉默的回应 是善意 靠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于是谎言说了 一次就一辈子 曾顽固跟世界对峙 觉得连呼吸都是狮痴 如果有下次 我会再爱一次 靠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藏在尘封的位置 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 我住在霓虹的城市 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 你可以要想 可是我只能停止 我跟你走 你会变成之一 哈喽 哈喽哈喽哈喽 哇 嗨 好久不见 好有心哦 我觉得要祝福 他就是苦号 好有心哦 好有心哦 其实我们这首遍体鳞伤 曾经一度都是我们的国民情歌 那时候大家都是在 很年轻念大学的时代 然后这首歌真的是 每一个人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会唱 虽然都唱得没有你好 你知道吗 可是真的都很会唱 然后再一转眼 放过去就二十多年了 那我想今天 要不要先跟大家拜个年吧 今天因为是大年初四 还是在过年期间 那你跟大家拜个年吧 好吗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身体健康 然后就像我说的 每一个听众 都能够新春新年平安 这真的很重要 谢谢 这是你写的吗 对啊 你字写得很好 然后你比小时候还要有形 你整个这个形很酷 它很会装扮它自己 好 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 要跟你聊 想问一下 你自从这里很多观众 常常问我一个问题 其实中间我一段时间 我们大家从这里 也没有见到你的消息 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有一支 有突然追求你的东西 然后我就看见到 在两千年的时候 你发生过一次车祸 对不对 对 车祸呢 我知道很严重的车祸 那你觉得那个车祸 在你的歌唱事业 或者你将后来的人生道路上 起了什么样大的作用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本来那个时候 其实是在准备第二张专辑 然后隔一个月就要发了 结果那么严重的车祸 其实我心里很大的挫折 那个挫折可能我就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自信的人 所以那个挫折我就完全完全放弃 对那一直到有一首歌 其实算是转变我的想法 就是当时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后来变成一首广东歌 是写给张学友 那那首歌让 叫如初 如初 对 那我觉得那首歌让我 就是想说那可能我可以做 幕后的工作 因为本来第二张专辑之前 我也没有在写歌 是被身边的朋友鼓励说 你可以自己写歌看看 这样子的开始写 那所以因为那首歌被 被张学友唱了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或许可以慢慢的 转到幕后去 那在因为因为我们都会唱一些demo嘛 那唱demo的过程 唱片公司就会来合作 比方说 就叫我 叫我叫他们歌手唱歌 或者帮他们做配唱 就是vocal arrangement 那我开始就做这样的工作 一直到现在 变成是我主要的工作 对对对 就被逼 转幕后了 对吗 可以这样说吗 不可以讲被逼 也是他自己愿意尝试另外一个新的路线 可是那时候他还小啊 他还可以继续在幕前呢 对吗 我觉得这是心理上的调试的问题吧 对吧 然后我觉得在幕后也有得到他的乐趣 得到他的乐趣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那因为我本来可能甚至不知道自己可以唱和声 当时小芬姐 马玉芬 对对 然后我在录音室工作的时候 因为他听过我的专辑 他有帮我和音 然后和音 他就说 我觉得你的声音适合和音 然后就带着我 就有很多很棒的经验 比方说帮阿妹 帮罗志祥 张青芳 帮凤飞飞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是 比 有的时候甚至比站在幕前更开心 比方说可以帮凤飞飞和音 那我从小就喜欢凤飞飞 或者是黄音音 这样子 然后孙燕之 可以跟孙燕 就跟这些你觉得很棒的音乐人合作 我本来就是因为喜欢音乐 踏入这一行嘛 我的 我觉得我的重点 不一定是要站在最前面 只要能够玩到音乐 我觉得我就心满意 开心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理解了 不好意思 可能你的麦在摩擦了那个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有点 它会有一点撞击的声音 没事 那我再想请问一下 那在你合作过 之前你做过很多人的合音 我知道 那我想问你在做过这么多歌手的合音之中 有谁给你有什么一些inspiration 一些启发 然后你可能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还是合作得非常的愉快 然后大概中间就有很多的火花之类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 当我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孙燕之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到新加坡去做排练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很新鲜的经验 多半我们都是在台湾排练 然后可能到各地去表演 但是那一次是 唱片公司帮我们付了饭店的钱 然后让我们在那边 扎扎实实排了五天吧 那我的第一个印象是 我第一次看到孙燕之这个人 因为他个子很娇小 非常娇小 然后那张专辑应该是完美的一天 我记得我去排练的时候 他走进这个排练室 我第一次有点吓一跳 这么瘦的 这么瘦小的女生 然后头发是整个是粉红色的 对那他 他是静静的不太说话 但是当他开口唱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人的现场 然后他唱了一首歌 我说我不能忘掉 我是坐在旁边哭着听完 那个歌叫做《同类》 我记得太清楚了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讯息 给我台湾的学生说 你马上给我练这首歌 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然后因为他是 他真的是一个扎扎实实的音乐人 他是跟我们玩在一起 因为有一些歌手他是明星 那他跟工作人员 其实不论如何都还是会有一个 小小小的距离 可是孙燕之是完全不会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第一次做完十一场 寻回 最后一场在台湾 然后大家是抱头痛哭 不舍得 真的不舍得 音乐人和他还有舞者工作人员 你知道我们可以 就可以演出完的时候 他会邀请我们到他饭店的房间去玩 然后每个人的通关密语是什么 就是门一开他就拿一支笔 拿一支笔 当然可以洗的那种美笔 就在我们脸上就画一个 画是好玩的 就画一个标志 然后他自己也画 他自己也不在乎形象的 那对我来讲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对 像一个家族这样子 这十多年我知道 因为我一直有在注意看那些唱片的幕后制作群 什么什么 因为我本身自己以前也参与过很多唱片的制作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这几年也帮人家配唱过很多很多的歌手 像刚才我们的那个播出的那个MV 那个那个陈昊生的也是由你配唱的 对对对 那你配唱过好多人 最近我知道柯明星啊 这些都有找你 找你配唱 那这么多人里面在谈谈一两个 你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 这些你在制作专辑的过程里面的歌手 那我就讲最近这几位 像昊生的话 因为我是从教他唱歌 那个时候 而且他就给你学唱歌吗 电影还没有上映的时候 然后就被花言找去说要合作 我和另外一位老师就开始教他发声 然后教他诠释 那对我来说 他有一个先天的条件就是他是演员 所以当我在跟他讲一些比较情境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学表演 所以唱歌对我来讲好像排戏 那他对我来讲特别的就是 当时他自己就这个电影就 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嘛 我还没有看过 所以我只是就这个 当时我只是就歌词 在跟他讲故事 那后来我们上了一段时间的课 我就被邀请去看了首映会 那首映会看完之后 我第一次 因为我教歌手多半就是 我自己心里想象一个剧本 但是第一次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电影 让我去跟歌手沟通 然后可能是我很爱哭 我们在录音室就是哭得死去活来 一直哭一直哭 超到没有办法唱休息 然后聊天安静 然后让他安静 那他也是 因为其实我 我刚刚说我教他唱歌 其实是很密集的时间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人 非常猛烈的成长 那他是一个 另外一个像比方说 有一个乐团叫守夜人 我知道我知道 对 然后我在帮他们配唱的时候 那首歌那段时间 其实我有点点忧郁 我自己心里有一些事情很沮丧 然后那首歌完全的安慰我 那我 就有一种抚慰的作用吧 对对对 我记得我们在录音室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有一段歌词啊 如果大家有去听的话 有一段歌词 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的小男生小女生 所以他们很斯文的 唱歌很斯文 但那段歌词非常的挣扎 然后我唱一唱 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唱到 我想要的那个挣扎 我就进到录音室去 然后找了 他们是一个乐团 我就找了鼓手 还有我两个人 好像你知道 好像那个包青天的 王朝和马翰 就是把他的双手抓住 不准他唱 然后就说你唱唱看 就是我们一直把它往后拉 他一直往麦克风那边逼近 然后他唱出了一个 我们全部人都 都是就是很非常感动的声音 对因为那首歌是在安慰人的心嘛 所以那个地方好像是我 我非常非常想要给你一个拥抱的那种 对年轻人常常给我很大的灵感 其实都是当下激发的火花啦 对啊对啊 柯敏鑫啊 柯敏鑫是他又是一个很好玩 因为柯敏鑫他自己写歌 所以你知道创作的人 创作人其实有的时候是 有点有点怕受伤害 他们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 柯敏鑫也是远远的 我知道他好像在观察我那种 然后我就在他的家 跟他讨论他的一首新歌 我都开始有很多的剧情 甚至叫他去摸玻璃啊 感受那个摸玻璃的一个粗糙感 然后跟他解释歌词哪个地方 我们怎么样去 去进入这个情境 就他就很高兴 那在录的过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忍不住想要跳舞 你知道跳那个现代舞 有点像是 就是一些很 就是有一些很好笑的动作 就是有一些线条啊 然后我要用那个线条 我才能够把他的表情逼出来 等到因为我总共录了两首歌 等到我录完两首歌 就杀青了 他就在那个录音室的一楼 就在那边滑那个滑板车 一边滑一边把脚抬到 抬到这么高 就是你知道他的脚可以抬到这么高 我说你真的会跳舞啊 他说老师我是学跳舞的 学芭蕾啊 他好像学现代舞之类的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优秀的音乐人 他所会的各式各样的艺术 都会在他的作品里面表露无遗 我没有看过他跳舞 我都觉得 为什么我一听你唱歌 我就想跳舞 然后我都用跳舞跟他沟通 对 我发觉很有趣 听你这样讲 你是应该是用通过肢体 去抱 让他们有reach到那个你要的感觉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 老师教唱歌是有通过挣扎不让 然后那种feel 所以那个feel真的是很过瘾的 那个过程 然后呈现出你要的感觉 因为那一定要真心的 就是如果你在录音室 那么安全 那么舒服的环境里 你如果内心 你不把你自己逼到一个角落 你不可能唱出一个 能够安慰众人 安慰大家的 或者是说让大家开心 比方说 你们知道王子雷吗 知道知道知道 对对 子雷姐她有一次录了一首老歌 然后那首老歌 其实她是一个很有气质 也比较安静的人 那那一次其实我很想 我很想让她活脱起来 那我就拿了她的歌词 折了一个扇子 折了一个扇子大概这么小吧 然后就叫她一边扇一边唱 然后我就叫她一边唱一边要摇头晃脑 她之前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 后来我就给了她一个情节 那个情节就是 她要刺杀当时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的制作部的经理 因为她唱的一首歌叫做晚风 那个歌很有名出的感觉 电影上还枝叶的歌 对对对 那个晚风中 我要她去引诱那个制作部的经理 她就一边笑一边唱一边笑一边唱 唱到后来经理真的走进来的时候 全场大笑 然后经理都不知道 经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而且那个时候 紫雷姐感觉就更好 因为她就一边唱 她忍不住想要笑 所以你从歌声里面 就会听到她很得意 的那个晚风很惬意的感觉 哇 她的歌声里面就有层次了 听出来了就是 我还想 对 对 古浩先生 我知道你本身是一个基督徒 对不对 对那这几年 因为我看 我也有听你的福音专辑 你会觉得福音专辑 将来会是你的最终的一个选择吗 还是你还会有一天 还会再重新回来 再录制一些比较就是 流行性的歌曲 我心里会觉得就是看 上帝的安排 因为我觉得流行歌 一样有很美好的 比方说我刚讲到的首页人 他们唱了一首歌叫 我睡不着 其实很多失眠的人都被安慰 所以我不觉得我一定要唱 宗教性的 对 但是我相信我所唱的东西里面 一定离不开我的信仰 因为我必须相信它 我才唱得出来 如果现在叫我唱一首 心碎很痛苦的歌 可能也可以 但是我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心碎的人听到之后 他能够被安慰 即便他大哭一场都很好 属于疗愈的歌曲 然后可以帮到人的 通过歌声歌词 那在这个过去这一年 其实台湾疫情控制的是蛮不错的 可是像我们海外地区 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 甚至香港中国 其实疫情都没有想象中控制的这么好 最近又有点眷附重来 那在这一年之下 这个疫情营造之下 你本身有没有什么启发 对于人生的态度 对这件事情 觉得有没有一个正面的影响的作用 还是意味着就是负面的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棒了 因为我 我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那本来有很多活动 我常常在外面走动 可能去教会一些地方分享 那就是因为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走出去 那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有一些 录了一个音 我每天都录一个三分钟的声音 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大概每隔一到两个月 我都会跟另外一个伙伴 我们去医院 去安宁病房 唱歌给病患 给病患听 那就是想要 虽然没有办法 跨到台湾以外的地方 因为我之前每一年都会去马来西亚 对那但是 对到马来西亚 去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像我记得我去过老岳 老岳就一些在山上的地方 那既然不能够像之前这么行动自如 我还是想用说的或用唱的 可能放在网络上 或者是变成文字 然后还是能够跟别人沟通 对 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 那我刚才就说了 其实我们以前那个时代 真的就是听你的遍体鳞伤 那时候好像是 这首情歌好像是 不管是热恋中或者分手的 好像都会在听这首歌 尤其是后面那段飙高音 你现在回来 回想起当年那首歌的话 如果给你现在在唱 你觉得你的处理会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当时的编曲王继康老师 我觉得他编的非常的 让我非常有感觉 但某一个程度 当然他很丰富 那我自己 我现在比较喜欢单纯的乐器 然后真实的乐器 比方说一把吉他或者是钢琴 那我觉得我会 用一个 可能更自由的方式 更自由的方式唱 对因为当时 当时我唱的时候 其实老师也真的 给我很大的教导 那时候我完全不懂嘛 什么遍体鳞伤 根本没有 没有被伤到 我没有被伤到 对对对 但是所以你知道好的老师 他就在录音的过程中 让我感觉有受伤的感觉 对 所以但是现在就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希望唱这个东西是 让遍体鳞伤的人被安慰 对的 那我就会想要在他的耳边 唱给他听 而不是在他面前表演给他看 我比较希望是这样 甚至我有时候出去表演 有的时候 你知道有人真的在我面前 听一听我唱歌 然后快睡着了 然后我其实是非常喜欢 我很喜欢听到我的音乐的人 能够安静下来 对甚至能够睡着 没有 我都觉得非常好 对 我想我可能会用比较 比较云淡风轻的方式 比较过去式的方式唱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今天我们有一点点 小小的安排 我们安排了一位 我们这里非常接触的歌手 他是我们这个队伍里面的一个工作伙伴 我觉得他非常有天分 然后唱得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他就是自弹自唱这首 遍体鳞伤 待会儿你仔细听一听 然后看可以不可以给他一个点评 看他的感受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由Gavin带来的遍体鳞伤 好 好 快走快走 原来我比你还心慌 看你心色走忙 这次你已经决定了方向 我只能站在这里望 Oh baby 是你看我变得坚强 是你让候鸟不再枉然 Baby 是你要我停波停航 是你让自己都有阳光 你可以笑我痴笑我风笑我狂 我留你的手绝对不放 我的心好荒译好乱人好烦 有你的地方才叫做天堂 你可以笑我痴笑我风笑我狂 我为你遍体鳞伤 我的梦好长夜好凉 爱好烂 有你的时光 爱才能飞扬 你可以笑我痴笑我风笑我狂 我留你的手绝对不放 我的心好荒译好乱人好烦 有你的地方才叫做天堂 你可以笑我痴笑我风笑我狂 我留你的手绝对不放 我的心好荒译好乱人好烦 我的心好荒译好乱人好烦 有你的地方才叫做天堂 你可以笑我痴笑我风笑我狂 纵然我为你遍体鳞伤 我的梦好长夜好凉 爱好难 有你的时光 爱才能飞扬 爱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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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来点评一下好不好 我刚 我觉得那个吉他进来就已经 征服了 就这样被你征服了 然后在 他的 他有一些共鸣的一些 部位 我会想 我会想到乌齐贤 乌齐贤 乌齐贤大哥 然后会 甚至会想到 曹格 又有一种那个狂放不羁的感觉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沙哑的感觉 会想到阿杜 觉得蛮 就是 我不知道他长相 看不到 来看一看 Gavin 他说看回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对啊 好 好 还可以吧 还行吧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很厉害 现场可以这样唱 对啊对啊 其实这首歌我在陪他练唱的时候 我们试了很多个不同的version 后来我还是说你唱出自己的风格 不要跟你的一样 他的是有狂放 有点狂野的 他到后面 其实前面是有点像 轻轻的宁喃跟诉说 到后面才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你还要陪他练歌这样 真是专业 我本身打算帮他制作唱片 对 我本身也是制作唱片的 那么现在就打算帮他制作唱片 然后我就 这几天 唱我们节目的歌手 每个人都对他赞不成功 因为他也演唱了吴启贤的歌 今天跟你讲的一样 吴启贤也觉得 他生意跟他有点像 真的耶 真的真的 因为我有帮吴大哥和音过 我一听就有点像 对啊 然后他也那个 反正就是我们下面 还帮很多人都唱 包括一些老歌 他都唱的蛮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他比较不会受那个人的影响 广东歌也唱得很好 他都自己也会创作歌曲 对 哦 这样很好 这样非常好 等一下我现在就是即兴来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办法 插一首自己的操作歌曲给胡浩听 可以唱 一点吗 骗人的爱情 可以可以 我插一首 我自己跟他都觉得 我们很满意的一首作品给你听 好 你可以有心听一下吗 看看这首歌曲 看你觉得喜不喜欢 好 那就现丑了 第一次唱这首歌 第一次在live这样唱这首歌了 这首歌叫 骗人的爱情 送给大家 我遇见了你 在那个没有冬夜的世界里 我偷瞄你的背影 却倒吸一口凉气 我想唱首歌来忘掉你 每次唱到动情都想到你 最后我催灭 最后我催眠我自己 最后我催眠我自己 又回到了你梦里 我唱这首歌 我唱这首歌 来纪念被埋葬的爱情 我尝试过一万种方式 我尝试过一万种方式 却连开口都没有勇气 每次唱起这首歌 每次唱起这首歌给你 希望听众只有我和你 在这首歌 在这喧闹的码头 却只嗅到离别的空气 这首歌 这首歌是为什么 我思念我内心 却不能踏踏你 我告诉你 现在我忘不了你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我一直忘掉这 杀人的爱情 骗人的爱情 谢谢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一个 龙缩版 因为这首歌本来蛮强的 太长了 就要把它剪短来唱 没事 那你自己觉得还行吧 刚才是在放CD的 你爱说笑 其实我刚才想到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它的声音 让我想到很多 就很热带的歌手 就是比较热情 它是一个热情 我刚才想到 我以前还有一个团 叫梦飞船 对不对 对 对就是它的高亢 它高亢的感觉 然后那个力道 对啊 然后唱歌没有保留的 会让我想到 那种很热情的人 对对对 有机会的话 将来把它带到台北去的时候 介绍给你认识 那说不定 还可以一起一些 一些音乐上面的合作吧 希望真的能够有这么一天 好了 我们节目在这个阶段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话 最后想对这个新马一代的 你知道已经二十多年 大家都没有看到你在荧光幕上 真的这样 现实的跟他们对话 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吗 其实大家很想念你 真的很想念你 嗯 我想说 我会继续在这个行业努力 不管是写歌或者是唱 不管是福音或者是流行音乐 那希望我能够继续唱出让你们感动的旋律 然后现在这个时间 先不想那么多 就大家好好照顾自己 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然后让每天都活得有意义 这样这是我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 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然后日日 对 好 那我们就期待很快疫情好后 我们大家可以真的好好见面 有机会到台北的话 请你吃个饭 好 谢谢你 5号今天浪费你很多宝贵的时间 那我们 不会 下回再见 谢谢 拜拜 再次看到你很开心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像我们自己主持了很多节目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几集的节目 真的很好看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老王卖夸 自卖自夸 真的 五个个个这么说 就大家要like and share 我真的我在给人家看 我都觉得蛮感动的 我不是说我们主持的 我是说我们的节目的内容 还有阵容 还有阵容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是用心在做节目 你知道现在你在看节目的当儿 后面的整个制作过程 我们筹备过程 是很多很多的联系繁琐 好像他就几天几夜就 因为有些艺人是在外国才能够联系得到 而且要讲一下很多人是不会用zoom的 不要这样了 你学人你要干嘛讲 没关系 真的很多艺人不会用zoom的 他们很少用这个 因为他们都不太做直播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用zoom的方式 对对对所以还要加 还有因为时差的关系 所以是不容易做到的 对像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位苦号先生 你大概还要知道为什么 我20多年没见面 我还跟他联络得上 对的所以我很坚持 有机会再告诉你们 蛤不是现在说 不是不是不是 卖官子 那你们记得就是要大力的 什么 like and share 真的我一直觉得这方面 你们还是有一点不够异力 你们不懂 我可以讲 我们就给他一个手势 以后他在讲话做节目 我就这样讲 就是like share 这个是share吗 对啊share是发出去吗 ok 好好 所以like and share 非常重要 像刚才苦号先生上了我们的节目 然后听了我们的歌手Gavin 唱歌后 很多东西大家不为所知的 苦号对他的评价很高 很高很高 他觉得他唱的太好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 反正anyway 我们今天还要更感动的一件事 说 这位Gavin先生带来他的一位好朋友 他们两个人在音乐的道路上都彼此有很多的 扶持 不算扶持吧 不算扶持吧 扶持的切磋了 还没有到扶持 还没有到扶持 扶持是像你这样就需要扶持 看 正当不要 自己喊看 ok来 好 他们两个其实就是有很多音乐上的合作 他们组了一个乐团 我到现在才知道 是吗 是啊是啊 他乐团有几个人 四个还是五个 四个所以今天他们两个来 今天他们两个已经很够了了 如果四个人来的话不得了 他在Yoyo也没地方站了 我们两个也要浪费了 对吗 好啦好啦不说这么多 我们快点like and share 然后我们听歌好吗 慢一点 我还没有介绍他的那位 他的合作伙伴 他的名字叫做慕希 我跟你说 非常的梅青木属 非常的有一点点像刘德华 我觉得啦 我觉得 哇很帅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 他以前曾经是一个健身的 算是教练吧 所以他的胸肌练的非常的凶猛 为什么你要只是讲这部分呢 健身教练是全身都要练得很匀 但是胸肌特别凶猛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这样的话 而且还好我们今天过年 你这样的话 我们的观众就会想象刘德华 然后很大块 That's it 上半生了 好啦没事啦 我们赶紧听得吧 好我们一起听Gavin跟慕希 带来的一连串的 在90 80到甚至2000年后 都会在流行的三首中国的金曲 这三首歌其实也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的 真的非常好听 我们一起欣赏他们的演出 不要忘了了Pay Now 对 发红包啦 Hello 大家好 Gavin在这边就带了一位特别好的搭档 他叫慕希 眼睛一闭眼睛一睁突然间就出现在这边了 哇好神奇 我是为什么会坐在这个录影棚里 因为你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在这边呢就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啦 是是是是是是 好我们今天呢 呃 要给大家三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我们把它串联在一起 OK 请大家欣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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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好 从前的日子都远去 我也将有我的情 我也会给他看照片 给他讲童作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把你的长话搬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我不管太多看着你 姑娘 你问我到底去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紧急的想给我 你问我到底去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指我到底去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带我住进你的花房 你带我住进你的花房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 你说你世上最善良 我不知不觉一何花 你说我原谋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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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世上最善良 母亲 你要我留在这地方 你要我和他们一样 我向着你默默地说 不能这样 我想我回到老地方 我想要走在老路上 这时我才不是离开你 啊姑娘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道已离不开你 我姑娘 再有一首平凡之路 我送给你们 徘徊着的 在路上的 你要走吗 We are We are 一碎的 骄傲着的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呀 飞腾着的 不安着的 你要去哪 We are We are 你一样的 沉默着的 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划过山的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转眼都飙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那是唯一的答案 当你仍然在幻想着 你的明天 We are We are 它会要吗 还是更烂 对于我而言 是另一天 你曾经 毁了我的一切 只想永远的离开 我曾经 坠入无边黑暗 想挣扎 却无法自拔 我曾经 想你想它 像那野草野花 绝望着 渴望着 也哭笑着 也平凡着 我曾经 跨过山的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 疼遍整个世界 从来没得到答案 我不想想你想它 像那野草野花 冰冰中 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呀 我曾经 我曾经 而过山 我曾经 已 过山 我曾经 或许 我曾经 我曾经 都蛮辛苦的 是 不容易 如果要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除了欣赏我们每一期的特别来宾的一些特别的反弹 还有一些我们精彩的歌手的表演 我觉得我们还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个协伴的赞助商 这个喜来之呢 它是来自于不丹的产品 这几期我们已经不断的介绍 大家已经有一个具体的印象了 是 Dikini Days 然后我们也播出了一些他们的不丹 提炼成分的过程的片子 然后也在前两集里面也送出了一些奖品 这次来到了第三集的送出奖品的系列 其实是更加更加的珍贵 这两样东西是非常非常管用 价值都不菲的 是 价值不菲 几百块钱新币的 当然只要有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 观众不管你是来自于台湾 甚至美加甚至哪里呢 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很简单的 你在讯息那边留言 你认为的准确的答案 我们就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 然后把那个产品呢 如果是在新加坡的话 可能你要亲自下来我们公司 对 到时我们会在孟田那边宣布 谁是获奖的幸运儿 对 然后台湾呢 他们在那个成品的地下室呢 也是有一间分销处 他们的总公司是在台湾的高雄 对 这产品的怎么好用呢 其实你看像韦玲保持着 这么美好的皮肤就知道了 对 因为我们长期都在用化妆品啊 或者说一些睡不好啊 吃不好这样 其实这个产品它本身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它是属于滋润的 对 然后之前那种毛孔会比较大啊 然后这些有黑斑啊这些 所以都慢慢的改善 所以我们是为什么 希望大家认识 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认识 这样的一个来自不丹的期待 那今天这个节目 因为送出的奖品比较昂贵一点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帮我们一个小忙 把这个Nikini Days的准确的英文字 Nikini Days 对 写在那个我们的留言那边 然后我们就抽出两位 其实很容易的 我们等一下看那个赞助的单位上面 就已经有出现他们的名字了 对 就其实直接把答案告诉你的吧 对 如果有兴趣想要得到的朋友们呢 不妨快点抓紙跟笔 现在就可以开始动手了 好 那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咯 是 然后在这里呢 最后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新年 一切平安 健康 顺利 好 牛年 我们还要谢谢那些年的影射世界 Renaissance 还有TBH Entertainment 孟田 是的 我们谢谢每一位参与的演员 不是演员 歌手 对 还有谢谢你 好 那我就谢谢我自己吧 好 你们谢谢我 我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我谢谢你 我没有谢谢我 好 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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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